大家好 又来录制视频了 这期 录制一下我的这个黑科技吧 4V黑科技啊 4V黑科技 我现在直接实战吧 实战测试一下效果啊 直接实战了 然后想想我该怎么上来 这我原先是 这样再上一下 就这样 4队4队就直接这样上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4队的这个 队伍情况啊 技能呢 基本上技能跟兵输啊 都是这样搭配的啊 就基本上都是 都是研究过的啊 然后这段组完组完啊 也都实验过了啊 效果应该都还可以 不算很差 啊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那个 今天是多少天了啊 今天是这个新赛季的第29天啊 新赛季的第29天 嗯 其实我第25天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些队伍呀 什么之类的都搞定了啊 当然这些也不重要了啊 主要是 看看情况啊 看看情况 看看这波能打多少经验啊 看一下 哦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这个战功啊 这第一个月都不到啊 我已经打了45万了啊 我觉得很快我就上50万了 啊 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哦对 还有那个州战功啊 这个是总战功 还有一个州战功啊 这州的话大概是 已经打了20万了啊 今天是星期六啊 星期六星期六的话 嗯 周六啊 周六还早 不着急 嗯 先撞一下看看情况 不对 第一队不应该这样上啊 孙权当第一队有点不太行 举兽应该当第一队 先看看 孙 不是 举兽 举兽这队全能张角 那 啊不是 不是什么全能张角 这个全能群盾 他这一队 他这一队应该当第一队 这样的话 效果会好很多 我看我现在还有多少战功存款啊 战功还有八万多 战功的这个存款还有八万多 然后现在不是开着这个靠场三军吗 到12点可以再领一波 我看对面改不改啊 他们不改我得改了 不改感觉不行啊 这波也不知道能吃多少队啊 我感觉我吃不了太多 我这个过去的时候 我的士气应该只剩85左右 没剩多少了 10秒钟的时候我要暂停一下 10秒钟的时候必须要暂停一下 他这波肯 他这个队伍肯定是桃园 先把就这样上 就这样 这波上过去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天直接占平是什么情况 哎呦我人傻了 我去 我机器堕归打了一万 一万三我去 什么情况 对面好像发威了 对面好像一下发威了 那这个这波还可以 那对面也不是什么太太厉害的队伍 我这波什么情况呀 这波 我对面对面张飞发威了 我这个这个卫言也发威了 四次四次这个破阵催肩 三次绝绝绝其极道 哎呦这对面发威了 真的什么情况 这对面估计脸太白了 看看啊 这这个什么队伍 好像是卫法盾 他这个卫法盾 卫法盾给他打死了 这兵无常是打这么多 我天 队伍果然还可以 草船借鉴 胡居阴阳 折冲欲辱 还可以 这队就不行了 这队上来就被人秒杀了 这对理论上来讲速度不慢 但是他这个特别吃运气 运气不太行 法证 给法证了 给法证了 然后给庞统了 庞统触发没 哦触发了 连环剂 但对面有抵御 哎呦对面有抵御 基本上没掉血啊 我人都傻了 对面还什么弯弓引语 我操 发动四次 折冲发动四次 弯弓引语发动四次 一回合发动一次 算了不说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这个证明是运气不好 举兽这边还有多少啊 举兽还有一半的经验 就可以升到满级了 也就是说第一个月的话 我是可以练一个满级队伍的 还可以 哎这感觉是这个战战战绩不行啊 你跟你跟前几天是吧 也不是前几天吧 就是 呃 你看你看这这回打的就感觉很猛 这穿了多少队啊 然后这这个还不算厉害 我记得好像还有几个战暴也挺厉害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哪个来着 好像还有个什么战暴啊 打的也挺多的 算了 先不关心这些战暴问题了 先都回去了 哎呀 这次真的让我有点失望啊 不是很猛啊 我又回到战功第二了 我跟战功第一还差十万的战功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打了一晚上 我从 我昨天晚上我是从多少开始打呀 从三十多万吧 三十八万好像开始打 三十八万 打了一晚上 打到了 当时打到了四十四万还是四十五万 我记得 啊 然后聊以后我就打到了 打到了上午吧 还打到什么时候 然后睡了一会儿 睡了一会儿起来 然后又继续打 我感觉我战功干干的不算太厉害 主要资源比较少 资源比较少 你看到现在为止 打到现在 我的这个粮食只剩七十五万了 已经没多少了 十二点的时候 我才会再更新一波这个 靠上三军啊 十二点的时候 才会再更新一波 然后再花四万的战功 去买那些资源 把资源给买一买 哎呀 反正总体而言啊 就是 先切组成吧 切组成 总体而言啊 这这四对啊 都还可以 都还能用 强度也都不算低 啊 这对其实说白了 就是法刀嘛 太史词带个虎居阴阳 不怕那个盛其灵敌嘛 只要是孙权把这个作断东南 给太史词 太史词 然后他自身不怕脚械啊 他可以一边给那个孙权 那个抵御 然后一边的话 可以把这个作断东南的 这个状态给全部打 打出来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 那这对就不用说了 这对 然后这对的话 其实就是看诸葛亮啊 诸葛亮 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给给法证的话 法证有一个减伤跟免控啊 就是他这个以一大 他这个以一代劳啊 减伤跟免控 然后的话 如果给旁统的话 那输出肯定就爆炸 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陆迅这边的话 说白了 跟关银瓶 就是两个控制 啊 就是两个控制 然后靠着作词 这个规避 啊 就是两个控制 然后技能里面 基本上啊 这个火质 这个火质源疗 火质还是火赤 火赤源疗 还火 火质源疗 忘了啊 然后 基本上 基本上来讲 这个火 这个火质源疗 就是一个点火技能 啊 然后加上附加这个 这么这么个AOE 啊 主要是 主要是能触发到 这个 降门虎女啊 降门虎女的话 他就是 比较吃这种AOE啊 他是在什么 虎 虎震效果期间 受到三次伤害嘛 啊 立即结算虎震 并额外造成 一回合震慑 这个其实还挺厉害 挺好用的 差不多就这样 啊 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样 这四个队伍 反正 那 我总体来讲 比较推荐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 太猛了 你知道 你看我这 第一个月啊 这不是 这还不到第一个月 我基本上都快50级了 我估计啊 这个队伍 你要干的勤快一点 应该是在25天 25天左右 就是如果你是满红 然后干的又特别勤快 大概是第25天左右 你的这个 就是这个等级啊 直接就已经满级了 已经满级了 这个队伍真的太太猛了 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太猛了 然后这个队伍 我也是比较推荐 这个队伍强度也很高 啊 他主要有这个草船界限 再加上他这些技能啊 什么之类的 基本上来讲 这个队伍其实 真不怎么怕脚械的啊 真不怎么怕 这个队伍其实比较一般啊 这个队伍因为 我现在用他了啊 我用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打这个 呃 打那个虎城宫啊 打那个虎城宫不是很强 打虎城宫不是很强 然后打那个鼠宫也不是很强 但是这个队伍呢 打一般的那种 特别砸牌的那些队伍都能打 啊 他只要不是打那种虎城宫什么之类的 就比如说太史词 戴格弯弯弯隐语之类的 基本上都能打啊 这个队伍其实 总体而言吧 他不占用太平道法 啊 总体而言 他不占用太平道法 然后他的呃 强度呢 不能说很高 就是特看运气 他不稳定啊 他没有麒麟宫稳定 麒麟宫是比他要稳定的多的 但是麒麟宫又比较吃这个太平道法 所以你如果太平道法 比如说你给那个卫法棋啊 或者是你给这个全能裙盾 或者是你给一些比如说什么 什么陆迅火枪或者什么三十路之类的啊 反正就意思你太平道法没给旁统 呃 你可以考虑这么足啊 这么足反正有是是有一定的强度的啊 不能说强度很高 但是有一定的强度还可以啊 还可以 这一对这一对说句实话 他比较具有针对性啊 他打那种什么虎成功之类的 呃 有时候还挺猛的啊 有时候还挺猛 有时候就不太行 因为他他也是跟刚才那对一样不稳定啊 比较看运气 他看运气看看在哪呢 第一点他是看那个左辞的规避 第二点他是看那个陆迅跟关银平的那个出发概率啊 虽然说他们两个出发概率都是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啊 都是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呃 但是呢 还是比较看运气啊 他俩一旦演戏起来 就是陆迅跟关银平这两个人都演戏 那基本上这个队伍就就没什么希望啊 这队也是啊 这队也是特别怕演戏啊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这两个队伍稳定性不敢保证 然后 这个队伍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 然后这个队伍的怎么讲 这个队伍实验出来了 强度确实有保证啊 就这队无奇 这队无奇的话 呃 呃 反正你可以考虑去阻阻 你要是态使词不宽裕啊 比如说你放在三十三十旅之类的 你可以把态使词换成这个灵桶 换成灵桶了以后 带个圣器带个横扫啊 你可以可以可以这么玩 带个圣器带个横扫 然后周太的话也不用带草船借鉴了 周太带一个相冰啊 带一个相冰 强度也可以啊 强度也不弱 那行吧 这四对黑科技目前就介绍的 介绍到这样吧 然后回头的话呢 是这样 我现在不是又搞了两个新的吗 搞了一个鱼籍 搞了 搞了一个鱼籍 搞了个铝布 啊 搞了个鱼籍 搞了搞了个铝布 然后回头还可以再研究一下黑科技啊 再把黑科技再给研究一下 啊 回头再组两堆黑科技 等战法点吧 战法点多的时候啊 目前来讲我的这个铜币收入 反正不算很高 但还可以啊 还还行 反正一万多的这个铜币收入还差不多 一天下来的话 弄个大概将近六十万左右 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税收啊 加平常的他这个铜币产量啊 差不多啊 包括那些个什么 呃 什么那个商甲里面 还有那个试炼里面啊 都都都有 都有 那行就这样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 按摩